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人员寝室 应该外面的人都没有看过 我们同仁内部里面他们生活的空间 因为其实他们在消防队工作上班 他们是属于24小时待命父亲的一个寝物 基隆市更特别 他们是坐两天修一天 所以几乎有48小时都要待在这边 在基隆市消防局行政科长苏元庸开箱下 基隆市消防局寝室首度在媒体前曝光 特别的是这几组特制的床主最吸睛 它的楼梯是属于比较宽敞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置物的空间 它这边都可以放自己的东西 然后在出勤的时候危险性也降低很多 那再来我们看到它的整个其他置物空间 包含了衣柜 包含了它的书桌 整个台面 然后它的一个色调也好 我们比较想要营造的是 同仁在这边是一种家的感觉 这时候基隆市议员佟 同志伟与陈怡联手争取经费 购置给消防局的多功能床主 希望让在这里背勤的消防人员 能养足精神 做好守护市民的工作 在疫情期间 其实消防同仁都相当的辛苦 他们必须得在他们的本局 就是待命24小时 甚至超过24小时 所以就想说 跟同志伟议员一起来协助消防同仁们 让他们的睡眠品质好一点 旧的那个环境感觉比较就是传统制式 然后空间也比较狭隘 也不好配置床书桌跟书柜等等 那我想现在重新的配置 可以让空间提升 然后也让消防队员可以更舒适 我们也会努力的来 争取相关的经费 这套两层结构的多功能床主 仿效大学宿舍的模式 上方是床铺 下方是书桌及衣柜 上下床铺间的阶梯 则复射抽屉 完全活用空间 安装后狠获消防人员好评 指乎方便又安全 就是上面是睡的地方 下面有空间 就是可以用屿桌这样 还有就是楼梯的部分 就是比较好爬上去 因为之前就是靠着床架旁边 这样子的直梯这样上去 比较不方便这样子 睡得还行 据了解 金融市消防局方面 已经编列相关经费 首批将先以33万3千元 改善寝室环境 希望让值班的消防人员 能好好休息 维持最佳战力 有效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